王阳与狮将被杂鱼怪兽包围了 先覆盖两张卡 再召唤老圈手被结束回合 老哥刚想抽牌 王阳立刻叫停 发动沙尘的大龙卷 可以破坏场上的一张魔法陷阱卡 而王阳选择的就是 奥利哈刚的结界 看老哥这表情就知道 这结界无法被破坏 老哥发动战士的生还 将用剑的李纯刚召唤回来 接下来又是标记 提升500弓 然后老哥魔法卡完的贼6 发动纯刚定制卡 场上有用剑的怪兽 就可以提升200弓 李纯刚攻击力高达3000 一箭砍翻试降 王阳生命值降到1500 还没完 就在要砍掉老圈时 王阳开始口糊 在对面的回合献祭怪兽 我靠 作弊 王阳接着发动魔法卡掩护 召唤2500弓的黑魔导女孩 通过扔掉两张手牌 就可以提供500的攻击力 老哥只问道 那在我的回合献祭怪兽是什么操作 王阳避而不打 因为目的有个试降 女孩攻击飙到2800 接下来王阳在研究 一个慢动作的抽卡 印好了 是扩散的波动 简称狂战斧的诈场牌 三位小伙也懵了 这是神抽狗吗 王阳支付1000生命值 让黑魔导女孩获得群攻效果 可以一口气攻击所有怪兽 就连李纯刚也不例外 老哥在不相信中失败 而王阳也因为神抽技能用多了 累到不行 差一点就输了 而老哥则是很奇怪 将神之卡扔给了拉斐尔之后 奥利哈刚就开始收缩 老哥痛苦地大叫 只见绿色光芒直冲天际 三剑客看王阳状态很好 打算拿着神之卡先跑路 王阳跳出来阻止 把神之卡还给老子 拉斐尔表示怎么可能 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就将羽额与龙旗的灵魂放了 三人又要跑 城之内出来叫号 胆小鬼们来打牌啊 这是一个名叫巴龙的男人应战 但表示不是现在 在三人走后 王阳去查看老哥 果然已经没有了意识 灵魂被封印在卡里 这时性子有了发现 是奥利哈刚的碎片 这给王阳的败北埋下了伏笔